初夏世纪 黄海北部的一座偏远小岛 对于从南方归来的候鸟而言 这是一处安全的繁殖地 一种冰威候鸟在悬崖顶珠潮 黑一脸疲鹿 为了繁殖下一代 他们从中国南方迁徙至此 一只熊鸟在寻找合适的树枝 用以加固巢穴 此鸟已等候多时 今年 这对夫妇孵化出了三只幽鸟 幽鸟们羽衣未封 它们必须抓紧时间练习展翅 在气温下降之前学会飞翔 它们需要大量食物 熊鸟观察和感知潮汐的变化 它离开悬崖 飞往十多公里外的滩涂 已经退潮 水鸟开始密室 黑脸疲鹿的密室方式与众不同 熊鸟拥有成熟的捕猎技巧 贬长的嘴会深入水中摸索 凭嘴会的触觉捕捉猎物 这十分耗费体力 它必须尽快返回繁殖地 幼鸟们已急不可耐 一次捕猎所得的食物 不足以喂饱三只幼鸟 父亲再次出发 幼鸟们留在悬崖上 教年长得一只纯纯欲动 可是没有父母的照料 悬崖充满危机 幼鸟渴望飞翔 在悬崖顶上 它迎风锻炼着 翅膀的力量 一个月过去了 幼鸟的雨衣丰满起来 迁徙的时间也步步紧逼 幼鸟必须尽快完成第一次飞翔 它爬到悬崖顶 悬崖高五十多米 它不能失手 它全身关注 鼓足勇气 父亲紧张地关注着它 如果翅膀被禁食 起飞将十分困难 它成功了 有成鸟的陪伴 它们将迎来生命中第一次远行 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 生物以不同的方式生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